去年10月 陈某某酒后乘坐银川市101路公交车 在车辆行驶途中执意要求下车 公交车驾驶员因为车辆未到站 拒绝了他的要求 从当时公交车内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陈某某下车要求被拒后 先是在车门位置敲打拉拽车门 紧接着走到了驾驶员身边 情绪激动地和驾驶员对话 随后开始拉扯驾驶员的手臂 并有抢夺方向盘的行为 驾驶员被迫紧急停车 导致一名乘客摔倒 今年8月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陈某某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10月21号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刑法 第114条的规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除三年以上 10年以下与其徒刑 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当预见 在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中 拽着公交车司机的胳膊 可能会造成公交车失控 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或公司财产 损失的严重后果 仍然为之 它的行为内构成这个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章手机 认证去驾驶 是我们每个公交驾驶 应尽的责任 作为我们那个乘客 千切不可冲动 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危害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是人人有责的 感谢观看